你現在收聽的是古泰義戰第146集 好那今天呢 古泰一樣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對於這個磐石的一些看法 那其實重點還是在明天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喔 今天禮拜四 明天禮拜五要收走線 下禮拜一又很剛好的 要收月線 所以接下來的這兩天 禮拜五跟禮拜一 其實對於台股的 後面的一些發展 其實還蠻重要的 還蠻重要的 那所以呢 今天這一集 大家一樣 就是拿一 可能自己準備一個筆記本 稍微記錄一下 那古泰呢 今天等一下呢 會分享一下 明天要守哪裡 那 如果你自己的股票沒有守的話 或者是 不夠強 那 基本上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不好 OK 好那一樣 在分享之前呢 歡迎請新朋友呢 幫古泰在YouTube登錄之後呢 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 訂閱 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那這邊呢 古泰只要有上片呢 YouTube就會第一時間 免費的通知你 那我們每一部影片的下方啊 都有 LINE的官方社群連結 記得加進來 那我們加進來的時候呢 都會有通關密語 那 你就簡單的回答一下 你從哪裡知道 古泰義戰的 那 基本上我都會幫你按審核 OK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啊 昨天其實我下的標題 叫做什麼 多空都如履薄冰 決戰二八跟三一 也就是決戰明天 跟禮拜一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今天的盤很難做 因為盤太黏了 可能開盤沒多久 就直接中場到結束了 幾乎都一字線 那今天呢 大家仔細看一下 今天呢很多人啊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很納悶說 今天開盤 為什麼開盤就直接跳水 拉一根上銀線上來 坦白講我也不知道開盤在幹嘛 大家就看一下開盤啊 9點一開盤 500多 543 500多 其實這個現貨還好 這個現貨還好 主要是期貨 期貨超屌 大家去看一下 台值期期貨 你知道早上還幹嘛 早上最低跌到哪裡 這裡早上最低跌到哪裡 它8點45分 有沒有 最低跌 最低曾經有看到三開頭 這個早上 其實 直接看這裡就好了 它早上最低跌來到16219 坦白講 早上這個 直接跳水 直接下去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基本上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新聞 我今天也沒有時間特別看 那接下來呢 這個盤到底要怎麼看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明天 等一下 古泰呢 會 因為大家問的股票太多了 所以古泰呢 等一下會直接跟你講說明天要守哪裡 好不好 有守 基本上你當然就可以 稍微樂觀一點 沒有守 可能就要稍微減碼一下 然後呢 這邊不管有沒有守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大家應該有看到今天的死亡人數 昨天 原本 原本是6例 然後到昨天11例 今天13例 那 因為台灣 台灣的 篩檢 那個樣本數 其實不夠多 也不是全面普篩 所以 要去算這個致死率高不高 其實我覺得 這邊也很難去定義 那 以目前這個狀況而言 而且 沒有 減緩的現象 所以 短線上面來講 其實我覺得 六日可能的數字 不會很好看 所以呢 短線而言 短線而言 大家可能 你還是要稍微 搭配 應該是說 稍微去檢視一下自己目前的持股水位 資金不要太多 你可能 譬如說你平常 可能 八九成 那現在你可能就 五成 四成 maybe這樣 那你平常五成四成的 那可能現在都大概一兩成 你短線上面來講 確實啊 目前台 我客人覺得六日 不會太樂觀 這個數字應該不會太樂觀 那當然明天收盤 大概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明天看一下收盤的位置 大概就知道怎麼回事 那 極短線而言 先特別留意一下 加權指數 明天走手要守 16445 加權 那以今天的收盤價 今天的尾盤 其實是因為MSCI調整 他硬拉了 這裡拉了80點 81點 好 硬拉了81點 所以呢 明天 特別留意喔 反正 明天不管他要拉還是要殺 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他一定要守 16445 這個是底線 這個是底線 他一定要守 一定要守 那 最好呢 如果能夠最好的話 如果能夠最好的話 看他明天最高點 昨天這一根最高點 叫做16706 那 16706呢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這邊已經 其實已經把它寫好了 這一根的TM區 叫做16752 給大家兩個價位 第一個 叫做16445 這個是明天 主力要守的位置 以今天的收盤價來講 明天還要再疊150點 呃 你說明天會疊個150點嗎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反正你只要記得 明天最爛 就一定要守16445 最爛一定就要守16445 那 好一點的話 好一點的話 其實 我個人會是希望 他 把5月26號的高點 給他收上 16706 假設他能夠收上去的話 其實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那 最好的情況下 最好的情況下 就是看能不能站上16752 可是來到 通常來到這邊 我 會選擇 站在一個 調節性的一個賣方 因為這裡的壓力太大 上面的頭部太大 所以短線而言 可能來到這邊 反彈到這個位階 其實也差不多夠了啦 從底部這樣反彈 來到這邊其實 也大概階段性的任務達成了 所以就極短線來講 這邊可能容易上下震盪有壓 那我昨天其實有跟大家講 多頭 最好 不要太白目的話 基本上 他就是這邊 以盤 代疊 代攻 你如果攻太快 很容易幹嘛 收黑 啊收黑 其實又形成了 下一波的連環套 所以 多頭最好 就在這邊盤 所以 明天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明天主力要守16445 好一點 的話 守5月26號 也就是昨天的最高點 16706 如果可以守上 收上的話是最好 表示可能疫情 沒有想像中的恐怖 可是啊這邊有一點比較尷尬啊 因為明天收周線 禮拜一收月線 那禮拜一收月線 這邊就很 蠻大條的 因為 你看 基本上啊 基本上 呃 周月其實我昨天其實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大概就是守這邊 那 如果 明天 拉長紅 我先講好 如果明天拉長紅 那 禮拜一 開高走低的機會很大 喔 因為 都多拉的 大家知道嗎 月線他只要守這邊 他只要守16445 欸 不論周月啦 大概就守16445 所以明天如果收紅K 拉超過的話 禮拜一 開高走低 的機會蠻大的 喔 禮拜一開高走低 這邊 只要明天收紅 禮拜一可能就收黑啦 啊 明天收黑 禮拜一可能就收紅 呵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 這裡其實 剛好 搭配 剛好要收周線跟月線的關係 所以會比較複雜一點 喔 那反正大家只要記好那個價位就好 16445 明天絕對不能破 喔 絕對不能破 喔 那好一點的話 看了不能手上16706 好不好 那今天的法人 我們看一下 今天外資 賣 投信買 喔 那自營商今天是小出 其實我個人覺得 齁 這個 全鎮應該不會流到 流到 六日 齁 所以明天 大家自己要小心 好不好 呵呵 明天大家自己要小心 OK 好 那看一下OTC的部分 喔 OTC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OTC的部分 明天要守 195.25 喔 195.25 那195.25 其實大概 在這邊的位置 喔 大家不要小看喔 喔 這個其實沒有很遠 喔 其實沒有很遠 喔 所以 就極短線而言 好 明天特別留意 195.25 明天要守 明天要守 那 OTC啊 其實 今天 其實相對於加權指數來講 其實是蠻強勢的 喔 為什麼強勢 大家 如果仔細去看 那加權指數其實已經站穩 月線跟季線 可是貴買還沒有 所以目前等於是 誰在等貴買 誰在等 欸 加權在等貴買 所以貴買 現在他努力的想要 碰季線 他是努力想要去碰季線 所以就極短線而言 貴買 他明天 就只要守 195.25 只要這邊有守 就 還不用太擔心 還不用太擔心 那當然最好的話 最好的話 當然就是 站回去季線 喔 如果可以的話 就站回去季線 OK 簡單來講 先這樣跟大家講 那也一樣 明天如果收紅 下禮拜一 容易開高走低 明天如果收黑 可是 這裡的明天收黑啊 明天收黑 如果不破 不破 剛剛我們講的 要守的位置 其實禮拜一 容易守紅 這樣懂得是這樣 反正 呃 禮拜五跟禮拜一 我個人的解讀 大概K棒會 一紅一黑 或者是一黑一紅 大概是這個樣子 給你做參考 好不好 那再來法人的部分 法人的部分 投信已經連好幾天買 那今天自營商有小出 其實明天也是一樣 我可能覺得明天 自營商會倒 自營商應該會賣一下 OK 那我們看一下台子期 台子期 我直接帶大家看夜盤 夜盤的部分 目前是小漲的 所以明天 呃 Maybe啦 可能收紅 哈哈 所以禮拜一 就要盛防開高走低了 這邊可能大家稍微小心一下 那 以 目前夜盤 現在是 漲了快100一點 漲了快100一點 那 明天 我先講好 明天 台子期 要守 16368 那16368呢 以現在的夜盤的狀況而言 其實已經離很遠了 大概這樣差了快300一點 差了快300一點 除非明天 早上起來 你看到那個 有很重大的利空消息或幹嘛 不然短線而言 應該不會來啊 應該不會來 可是呢 這邊要特別留意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16368太遠了 沒有錯 那 我個人會希望他能夠來挑戰 好一點的話 好一點的話 其實 這一根的長 tm7叫487 16487 這邊叫做587 今天叫做474 474 所以 基本上 以 目前這樣看起來的話 然後這一根的高點叫做580 所以 明天台子期 最好 我們現在講最好 最好能夠收上16580 也就是把這一根高點吃掉 把這一根高點吃掉 它如果可以吃掉的話 我看一下日盤 16580 這次高點叫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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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嚴格一點啦 因為台股現在有疫情 現在有疫情 所以呢 我們用嚴格一點去看的話 明天 它最好 最好 看能不能收上16580之上 如果可以收上 那就大家還可以不用太緊張 還可以不用太緊張 再講最後一次 明天的台子期要守16368 可是16368太遠了 太遠了 那我們退而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 給大家第二個價位 第二個價位叫做16487 16487 台子期 明天看能不能收上 這是第二個要守的 可是以目前的夜盤 基本上487應該也不會來了 所以 明天 如果好一點的話 看能不能收16580 如果可以收上16580的話 短線上就 還不用太 悲觀了 可是 不管 明天有沒有收 我希望大家自己的資金配置 尤其在台灣現在醫療體系非常吃緊的狀況下 還有疫苗這件事情沒有解決的情況下 大家手中配置的資金不要太多 好吧 目前確實 除了自主管理 或者是除了第三級的一些措施之外 現在中標了 坦白講 就只能等治癒痊癒 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一個效果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呃 在疫情 有一個解法 那目前最終的解法還是疫苗 疫苗如果確定 能夠 足以讓全 全台灣人 或者是有 至少可能將近三四成 或五成 達到全體免疫的話 呃 在這個解法出現之前 大家不要太 過度的 ALL IN 你的資金在市場裡面 好不好 這邊可能大家還是要稍微配置一下 OK 好 那今天就大概講到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重大的 全值股 第一檔2330的台積電 台積電呢 明天要守哪裡 明天要守577.5 明天要守577.5 台積電明天要守這邊 明天要守這邊 台積電 577.5 對 台積電明天要守這邊 只要有守 就暫時還不用太緊張 台積電最後一盤 你知道拉幾塊嗎 他拉了7塊 他拉了7塊 那 他今天最後一架是575 那其實離他周主力明天要守的位置 577.5 只是差了2.5塊 所以今天拉這樣其實是為了明天做準備 所以基本上還可以 還可以 那給大家看一下2317的鴻海 鴻海明天要守哪裡 鴻海明天要守110.5 要守110.5 那今天差一塊 差一塊 那明天看鴻海能不能守上 如果可以守上是最好 OK 然後 今天大概就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市場暫停監控度 其實五日線這邊有一點點降溫 那 可是暫穩月線季線的 其實已經重新回到四成 重新回到四成了 所以目前的個股狀況來講 其實 基本上還算健康 還算健康 所以也暫時不用太悲觀 暫時不用太悲觀 可是呢 這邊是反彈 其實確實 我們 目前不管就 加權 或者是就櫃買 目前其實都來到了 反彈到一定的壓力區 這邊其實確確實實已經進入壓力區 所以這邊大家不要過度的追價 不要過度的追價 基本上應該都不至於受傷 應該都不至於受傷 OK 那我們先分享到這邊 那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個 選股的部分 今天的選股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鏡像 這個已經選股選了好幾天了 然後齊鴻 齊鴻 我前幾天也有講 那 他這邊是近乎V型拉上來了 那短線上如果 可以把這個下降壓力化解掉的話 這邊是有機會突破的 然後全新 永豐於文藝金居 金頂佳澤 新唐 然後 智欣百合 超風 翼樓 可是今天的選股 很 呃 滿 大的一個因素 是因為 最後一盤 MSCI調整 所以今天如果你發覺你自己的股票 如果是異常的 拉高的 明天有可能會被打回原型 可是有些強勢股 可能拉高之後 明天會跳更高 那如果明天 大盤又好的話 是有機會繼續拉高的 所以大家 其實也不用太過的緊張 那你今天如果是尾盤被殺低的 其實也不用太緊張 明天沒意外的話 盤如果不要大跌 或是跳水 基本上 今天 超跌的 最後一盤超跌的 明天都會還你公道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好不好 OK 短線上先這樣看 今天就是選了這幾檔 這些都是 偏多的 偏多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外資跟投信同賣的 就這幾檔 然後我昨天 有跟大家講 鋼鐵族群 鋼鐵族群 最近這邊其實盤了一段時間 不管大成鋼還是中鴻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早盤 上半場 其實鋼鐵表現不差 鋼鐵類股 鋼鐵類股表現不差 那 短線是因為尾盤又被帶下來 那 這邊 看他能不能盡快的去表態 不然其實 不好 滿不好的 好 好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百元重掛的股票 今天就這幾檔 今天就這幾檔 好 好 然後 看一下自銀比 好 今天全鎮買很多的 光寶科 國陽 洪達電 音樂達 洪基 然後 看一下還有沒有什麼特別要講 大成鋼 大成鋼今天也是跳空開高 所以其實 今天主要是因為大盤的關係 不然其實我個人覺得今天鋼鐵族群 其實應該是滿有機會 去做一個拉台的 或許明天 或許下禮拜一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股票起貨 便多了 大聯大 然後 還有什麼 這邊給大家 稍微看一下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要講 然後 台表科今天收平盤 其實 還好 這邊 讓他短箱正一下 我個人覺得是有機會去挑戰前面的 然後 保存其實已經過高了 這個其實 在 上 上禮拜的選股 好像也都有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群裡面剛好也有人做 那 恭喜你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光磊 創意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 股票起貨 偏空的 就這幾檔 這幾檔 那 季分異常 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全新 林陽創意 有風雨有達 雙紅 金居 人保 技嘉 成德 世界康書 紅準 維新台灣高鐵 台灣高鐵這最後一盤實在是拉的有點誇張 那 明天沒意外的話應該 可是他這麼一拉 剛好守住極限 那明天 可能會稍微跌回來一點 可是 跌回來其實 基本上應該就不會再破這個 警線區了 所以 等一下也還好 好 OK 我們今天大概就分享到這邊 然後有認受權陣的 這邊是有認受的標的 然後這邊 有認購的標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的選股啊 其實受尾盤 MSCI調整 其實今天的選股可能 在選股上面可能 大家可能要稍微 參考就好了 參考就好了 實際上還是要看一下明天的開盤狀況 好不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大家的問題 19位 好 看一下 6237滑汛 6237的滑汛 成本115 有機會噴一段嗎 滑汛他其實 領先大盤已經 整理很久了 已經整理很久了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去噴一段呢 這邊要噴呢 就是 他目前的月線在這邊 那你說要等他噴嗎 他目前這邊剛好是來到前波的平台起漲點 他其實剛好跌回起漲點了 所以 你現在可以等他 重新再站回季線了 如果重新再站回季線 這邊給他一點時間 月線扣在這邊 他大概在一個禮拜就會接近 現在這個位置 就有機會對他 比較有強力的支撐的效果 而且最近這個投信有在買 投信這一波他操盤其實操得還不錯 操盤操得還不錯 所以這個投信你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那明天要守108.13 這個你們自己看好不好 古態就不提了 時間的關係 2014中紅 中紅的部分啊 其實今天也是打了上半槽的好球 好 那 短線而言 短線是否能夠續爆 如果下跌止損架應該是前低還是月線 欸 我先這樣講好了啦 中紅 他其實大家有沒有發覺 他 目前在這邊足了幾天 1234567 他跳空 在這邊足了七天 你覺得他在幹嘛 我個人覺得應該沒意外的話 沒意外的話 明天或者是下禮拜應該就有機會做一個表態 可是這邊的表態到底是往上表態還是往下表態 這邊 古態真的不知道 古態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這邊的停損呢 我個人啊 我個人基本上來講 既然他這邊足了平台 這個平台就不能破 這樣懂得是嗎 足了平台這個平台都不能破 所以呢 他這邊區間的低點大概是42.45 也就是說 中紅的停損我會守哪裡 我會守42.45 只要他一破我就會出 可是呢 他 他假設他是假跌破 又站回去42.45的時候 這邊 古態會買回來 這樣懂得是嗎 他表示假跌破 他就是要守42.45 所以既然他要守 那就表示 他有機會再 彈一段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短箱先這樣看 好不好 那明天要守哪裡 明天要守45.48 明天要守45.48 2609揚敏 揚敏今天 你成本在100.5 請問該續報嗎 揚敏今天是MSCI調整 我們看到最後一盤 最後一盤拉了 沒意外的話 明天 今天外資買超 頭信的買超 短線上面來講 海運類股 我個人覺得還沒漲完 還沒漲完 那明天禮拜五 你可以上 因為你的成本其實還蠻漂亮的 那目前他前高是105.5 那今天是收盤103 假設他明天能夠跳空開過去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 跳空開高開過去的話 那當然最好 那如果比如說他跳空開高之後又殺回來 這邊日線如果再收回來 其實這邊 我個人覺得他在百元附近這邊會稍微震一下 會稍微震一下 那明天他如果要化解賣壓 唯一的方式就是跳空開高 就是跳空開高 直接開過今天的最高點 這邊如果跳空開過的話 就是短線上 你大概就不用太擔心 大概就不用太擔心 他明天最爛要守95.1 明天最爛要守95.1 給你參考一下 要不要去爆 明天跳空開高沒意外 其實你就是抱著啦 那百元附近我有跟大家講 我停損都會守哪裡 就守99塊 2401喔 領養成本35喔 欸35有點有點遠 可是呢 領養這一檔 他好在哪裡 好在 他的籌碼面基本上還不錯 他好在籌碼面基本上還不錯 所以 目前又站為季限了 短線我個人覺得 還不用太擔心 那他明天要守28.33 28.33 如果能夠有守的話 下禮拜 可能這邊盤一下 還有機會再攻啦 還有機會再攻 8924 成本145 為何尾盤下跌 今天如果是 今天最後一盤殺尾盤的 其實明天應該就還你公道了 他尾盤 他尾盤 他沒有殺啊 他有殺尾盤嗎 沒有啊 他沒有殺啊 這一檔 這一檔沒有 為何尾盤會下跌啊 喔 你說這邊啊 這邊尾盤下跌 前面的壓 這邊前面的壓力太多 太多了啦 這邊的最高點143 前天最高點147 這天最高點就142.5 所以呢 綜合以上看起來 其實他的壓力去在哪裡 其實就是143 所以短線而言 我看一下他的周月 基本上 以大田而言啊 今天的收盤其實還可以啦 暫時還可以接受啊 可是 明天 明天 明天收周限 明天收周限 134.5 一定要守 這個沒有守 短箱可能會稍微 這邊可能還要在盤一陣子 才有機會再攻了啦 所以 先看一下134.5 一定要守 1312 國橋 有機會往上嗎 33塊太遠了 33塊太遠了 那個 第一時間喔 古泰之前分享過的 停損停利方式 你們自己要 照片操課 現在你才來跟我講說 還有沒有機會回到你成本 都太晚了 第一時間你不處理 都很難救啦 都很難救啦 那 還有機會往上嗎 呃 我只能說啦 目前不強 不強 那我們看一下籌碼面的部分 沒有什麼經驗 可以讓人家經驗的東西 所以就極短線而言 這邊你可能 要等了啦 那明天要守 25.95 啊 周縣 要守 周縣要守 那 這一檔要重新轉牆 沒什麼好講 至少 26.15 一定要站回去 啊 這個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那 你這邊跳空完 這裡的缺口沒有封閉啊 沒有封閉啊 所以 這一檔 你 要重新轉牆 就是 26.15 應該 嚴格來講 嚴格來講 26.7 要站回去 才比較有細一點 才比較有細 他才有機會重新轉牆 所以 你可能這邊要稍微再等一下 那明天最爛 要守 29.95 好不好 2608 成本61塊 這什麼線啊 長龍的部分 家裡長龍 不是家裡大龍 家裡大龍的部分 嘖 我這樣講好了啦 就是 這一根的TM區 是59.69 這一根的TM區 叫60.57 這一根TM區 叫59.4 好 我 大概 跟你 你 你大概可以抓 這邊叫594 這邊叫597 啊 這一根 這邊叫做 605 啊 605 啊 594 597 605 所以大家 你大概可以抓一下 594 594 594 然後 597 還有605 605 大概在這邊 那今天的收盤 剛好收 607 所以 它基本上 你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 目前 這兩個 價位給你參考 好不好 那 只要盤中 只要日線 如果跌破的話 日線收盤跌破的話 短線上面而言 你可以稍微減碼 你可以稍微減碼 那 如果這兩個價位都沒有破的話 短線還不用太緊張 然後最爛喔 我先講最爛喔 最爛 最爛 這邊 這邊 57.7 如果 再破的話 欸 可能短線 它可能就要盤一陣子了 它可能就要盤一陣子了 好 短線先這樣跟你說 2637會養 成本64 最後一拉是在殺當沖 還是有什麼 它是 最後一盤是拉抬嗎 MSC在調整啊 其實 不只有影響 納路跟被剔除的喔 基本上 應該是 有某些股票 還是會有影響 所以呢 明天沒意外的話 就會跌回去了 可是 明天特別留意啊 就是明天看一下盤 大盤如何 明天大盤好的話 欸 之前有發生過 大盤好的時候 可能就是 漲電子 然後殺傳產 那大盤不好的時候呢 反而是漲傳產 殺電子 所以 因為台股大部分都是電子股嘛 半導體類的嘛 所以短線而言 這個沒意外 今天拉了快兩塊 明天沒意外的話 應該就跌回去了 那明天如果盤好的話 也許不會跌啦 可是跳空開高 再跌回今天的收盤價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 賺錢後的加碼點 加碼點 今天最低點66 其實加碼點 這邊你要加碼 其實我也沒什麼意見 這邊你如果要加碼 你要加在這邊 其實我個人是沒有什麼 什麼 覺得不行的啦 大概 基本上 可是越到前高 你這邊可能要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越到前高 這邊可能你稍微要留意一下 不然其實這邊你說要加碼 其實我覺得 沒有什麼不行的 好 2610的華航 華航今天都漲那個啊 疫苗啊 對不對 這個坦白講 成本均價18塊 航空股走勢 18塊我個人覺得是有機會來 有機會回到你成本 而且他已經率先領先大盤 先跌一陣子了 所以 今天拉漲停 明天 你成本有可能會回到你 你的成本 可是回到 他頂過可能這邊再一根 那 明天的漲停價 18.85 TU區在18.11 那 他明天最爛 要守16.34 那 我個人覺得他 18塊應該是有機會來 因為剛好這邊前波了一個小平台區間 他這邊是有機會來做一個回撤的 那 航空股的走勢 其實我有跟他講 就是華航 你就是 爆到 全面解封 牡丹啊 我說牡丹 爆到全面解封了 其他的你就是架差交易了 其他的你就是架差交易了 2338光照 欸光照 大家還記得嗎 光照這兩條線 我們不是馬後炮今天畫的喔 我們是很早就畫完了 可能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那個啦 什麼時候講到光照這一檔 那光照這一檔呢 我今天盤中有特別去喊 為什麼 因為他很妙 我今天呢 其實他這邊拉起來的時候 我瞬間 第一眼看到他 那 我覺得線型不錯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目前呢 大家去看一下 這投信最近不知道在幹嘛 狂買狂掃 狂買狂掃 掃完就算了 大家去看一下 自營商最近在幹嘛 前一波大漲的時候 自營商自己買 偷偷買 最近也在買 重點是 自營商避險 全陣喔 有人用全陣去買 所以呢 極短線而言呢 其實坦白說啦 我個人覺得 你看喔 這裡的投信 買進去的點都很準 喔 我今天有喊喔 阿你沒跟到 那是你家的事情 哈哈哈哈 那 短線而言啦 短線而言 今天其實我還沒看籌碼 我不知道啦 那 不過就技術面而言 我可以跟你講 欸籌碼面啊 現在是還蠻不錯的 籌碼面是還蠻不錯的 那只是說 而且你看喔 他這個 他這個大戶是連續 下跌的過程中 大戶是連續的在買 在買 所以 極短線而言 光照 如果大盤好的話 重點是 他今天是縮量 昨天叫出量 今天縮量 那縮量 他尾盤 他其實有受到一點點 MXC來調整 他尾盤拉了將近 這裡是八毛 拉了八毛 可是這裡的拉 這裡的拉了八毛 其實 我們先不看尾盤拉了八毛 這件事情 其實 我們 我喊的時候在這邊嘛 這時候大家還有83塊 82塊可以買 你知道從 這邊尾盤 一路直接拉 從80幾塊 這邊從82.9 一路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84塊 84塊多 所以這邊 其實我們不看最後一盤 MSCI調整 他今天也是拉尾盤 聽得懂嗎 我們不看MSCI調整最後一盤 他今天也是拉尾盤 大家懂得懂嗎 他從 這邊幾塊 從這邊最低點82.8 一路拉到84.5 所以就極短線 以這一檔股票而言 我個人覺得光照 其實他 這種基礎現象 其實 相對於現在所有的電子股裡面 算強勢 算強勢 所以 短線上 看明天 或者是下禮拜 有沒有機會做一個表態 因為 他這邊其實只要一出量 這邊錢高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就過了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呢 可是你今天買在 買在收盤85.2 跟古泰函的價位 其實已經差了 將近兩塊 所以 你敢追高 你就要有 那個風險意識 那 這一檔 我先講好 光照這一檔股票 古泰現在手上有單 基本上 停損價 古泰會手77.1 波段喔 波段停損價 要手77.1 那當然 你如果比較怕的話 今天的 昨天的低點 不要再破 基本上就沒有事 那明天收周線 要手79.4 你可以看成79.5 那79.5 也大概就是 幹嘛 就是幹嘛 就是 古泰化的這條 綠色的線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主力 那個價格都算好了 主力的價格 其實都算好了 你 基本上你買10張 你就 祈禱一下大盤 好不好 大盤如果明天跳空太高 或許光照就噴出去了 1711 3481 永光的成本 19.6 你買收盤 是不是 3481 1789 明天可上車 是否神龍相對走的9 呃 呃 永光成本 19.6 其實永光我不愛做他 我不愛做他 因為他拉長孔隔天長黑 拉長孔隔天長黑 呃 我覺得這檔你 你可能自己要抓一個停利點 你不要做白攻 好不好 那明天要手19.05 那TUMD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3481群創 群創今天 尾盤 買了蠻多的 群創現在 面板類的 我覺得現在 都還在盤啊 目前都還在盤啊 你說要等他一個大噴 可能要再等一下子 那現在可不可以佈局 現在佈局我個人覺得 這邊其實也算安全啦 因為停損很小 停損很小 大概就是這邊 停損很小 1789 神龍 神龍明天要守27.18 明天要守27.18 那 神龍 神龍的位階其實也算低了 也算低了 所以就極短線而言 你 相對走得比較久 這邊久不久 其實我沒有辦法去回答你啦 只是說 你說要 就看你的周期要做多長啦 他目前確實 來講算是 滿低的位階了 滿低的位階 3037 新興成本110 還有機會往上嗎 呃 呃 他要整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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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看一下明天能不能守104 明天他如果能夠守104 才有機會來 繼續攻擊啊 明天如果沒有守 甚至還跌破100的話 短線上可能就 如果 有機會在下探 短線上可能就會這樣 籌碼面 確實啊 目前外資一路賣 可是投信一路在買 那就看你能夠承受的一個壓力 你能夠承受多大 因為他 新興這一檔確實真的滿喜的 南電 坦白講也不好做啊 這個相關概念族群其實 都不怎麼好做 1605華星 成本23.8 他明天要守24.2 給你看一下 給你看一下 然後 他目前還在盤啊 這個沒什麼好講 然後6116 目前 成本20.2 你是都收盤買的是不是 目前都還在盤啊 我只能說都還在盤啊 那 明天這個 彩晶要守19.95 2317 紅海成本100 紅海不用怕啊 我還有啊 你成本100是在怕什麼啦 成本100不用怕好不好 紅海明天要守110.5 紅海 而且他不是要搞一個 啊 後來好像失敗了 他不是要去買那個BNT的疫苗嗎 然後聽說後來好像也是政治因素啦 所以 原本期待了 如果紅海有買到疫苗 說不定當天股價要漲停板 紅海長線啊 長線股 好不好 3017請猴 成本68.3 請問聽大停損會涉多少 68.3很好 你可能剛好有聽到我講去買 那 68.3 停損喔 這樣講好了啦 大家記得我們的停損是移動的 移動的 比如說我買在這邊好了 假設我買了60塊 對不對 現在漲到70塊了 結果你的停損價還設52點多 那個就不合理嘛 對不對 就跟大家一樣嘛 我今天 人在 我們今天 一棟大樓 我們舉101好了 台北101 他的地基是不是在1樓 我們講地基啦 直接用平面去講 一棟大樓 台北101 他的地基是不是在1樓 啊我今天人爬到哪裡 我今天人爬到50樓了 我腳下踩的地板是多少 是50樓的地板 所以我支撐在哪裡 我支撐在50樓啊 50樓的地板 是你腳下踩著嗎 啊也是因為腳下這個地板 去支撐你身體的重量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也是一樣啊 我今天假設60塊買的 我原本的停損應該設哪裡 應該設前低52.5 可是他現在漲到70塊了 我總不可能說 他未來跌破到52.5 我才會去做停利或停損嗎 這樣懂得意思嗎 所以我有跟大家講 那以你現在的成本價 68.3 68.3在哪裡 今天的低點叫做67.8 停損價 那我這樣講好了啦 因為他這一波V型拉上來 都沒有休息 都沒有休息 所以沒意外的話 我個人覺得他有機會 在70附近去做一個震盪 那目前也剛好 來掉下降壓力線的部分 那我個人覺得啦 這邊假設明天最好 要嘛就直接衝出去 假設衝出去再回來跌破70塊的話 你或許可以做一個 做一個減碼 你或許可以 可是他今天喔 出量了 他今天其實有出量了 所以明天或下禮拜 最好能夠走攻擊盤 就直接衝上去了 因為他今天其實已經算出量了 今天其實呢 那明天如果最後能 最好能夠直接走攻擊盤 就直接出去 那當然是最好 那如果 真的不小心 就跌回來的話 64.8 64.8 假設這裡 64.8 如果再跌回來 64.8 有手的話 都還不用擔心啊 可是64.8如果破了 古態就會走了 古態就會走了 那你如果真的受不了 假設跌回來 我覺得你可以成本價出場 可以成本價出場 可以成本價出場 那明天或下禮拜 最好的攻擊走勢 就是出量直接跳空過 基本上這裡跳空過 沒意外 當天應該就直接拉到漲停了 而且齊鴻 我有跟大家講 他的籌碼非常漂亮 這個投信買很多啊 而且自營 這自營商連兩天大買 沒意外的話 以今天的出量盤 看一下明天或者是 下禮拜有沒有機會 去做一個攻擊 4961的天玉 天玉成本323 323 突破壓力去317 想問明日的看法 天玉也是尾盤拉的啊 對不對 他尾盤其實是 明天是不是這樣跌回來了 他尾盤拉了6塊5 那當然明天盤好的話 當然啊 電子股可能有機會漲 有機會漲 那 他其實也來到前鋪的景線區 那天玉其實我 昨天其實已經講過了 初步大概就是317塊到330 317到330 短線上 以你的成本應該是有機會過的 應該是有機會賺的 那他周守要守287 有點遠了 所以基本上 你就看一下明天的TU區 跟漲停區 4919的新唐 新唐也是最後一盤被拉上去的啊 他最後一盤拉了8毛啊 最後一盤拉了8毛 所以呢 算是突破了嗎 想加碼 新唐要加碼 我覺得沒有問題啊 你這邊要加碼 我覺得沒有問題 好不好 基本上 他算 算 算 其實如果不算 MSCI最後一盤 他今天收盤是收71.2 那71.2 其實以昨天的最高價 70.4 前天的最高價71.3 他其實已經 可以算是突破了5月22號的最高點 所以短線上 這邊壓力我個人覺得沒有那麼重 所以你要加碼我個人覺得不是問題 2492華星科 華星科 成本204.5 華星科目前呢 等他一下 他目前月線扣這邊 也就是大概在 可能要兩個禮拜了 兩個禮拜 月線走平 這邊或許短線上 有足一個底之後 可能有才有機會再上 好 6237華星 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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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 111 要守哪邊比較好 連續三天十字K 安全的轉折嗎 好 華星這一檔明天要守108.13 欸這一檔我 剛剛是不是有講過啊 我剛剛其實已經講過了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 看一下前面的 那 這一檔看頭信 沒有錯 就是看頭信 冠海 今天一直鎖不上去 明天是不是有機會拉回短空 其實海哥我是不建議去亂空 因為他目前真的非常強 而且海運類股 現在你用普通的技術分析 坦白講啦 你也很容易被扒 現在 其實現在去當衝海運類股的 其實 像我自己 都 也都 沒有很敢做啦 沒有很敢做 因為他現在速度太快了 真的速度太快了 你可能一個不小心都被嘎到外太空 所以 你要去空他嗎 我是 我是 不建議啦 我是不建議啦 你要嘛就看戲 要嘛就看戲 我自己是不會去空 我自己是不會去空 而且他 今天是用跳空的方式 又突破這邊的高點 這個 坦白講真的很強勢 而且他這個量啊 他這個量不算爆大量 這個量其實是一個蠻溫和的攻擊型態 所以 短箱目前 就海運類股 其實我個人 還是覺得 都還是多頭架夠啊 所以 不要輕易的去亂空 好不好 好啦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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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看夜盤 夜盤 大概 就小掌 大概就小掌 那 給大家看一下綜合盤式的部分 明天的一些比較重要的點位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那 台子旗 有做台子旗的 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的TM區 在16447 16447 16447 那 這兩個價位 你稍微留意一下 16447跟16474 這兩個價位基本上是今天的多空交戰區 多空交戰區 多空交戰區 所以基本上 如果在這個多空交戰區之上 基本上 偏多啦 基本上偏多 OK 好 先這樣跟大家分享 好啦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那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啦 那 一樣 一句話 就算明天有手 大家資金還是不要all in太多 明天假設收紅 我個人覺得禮拜一開高走低 是有機會的 明天收黑 禮拜一 收紅 的機率 算 應該算蠻高的 啊 目前其實也還在 也要看一下國際盤 也要看一下國際盤 所以短線上先這樣看 跟大家分享 到這邊 好